還有兩個多星期就發表我的施政報告 所以我去爭取時間 今天來到沙田區 沙田區是我們18區裡面人口最多的一區 所以我今天來了三個屋邨 是和謝邨、利元邨和沙角邨 我希望了解第一 一些殘疾人士以及他們的照顧者 他在地區方面以及他日常有什麼問題 我想了解清楚 我也希望看一下地區的服務和照顧 他們覺得是否符合他們的要求 我是非常重視 可以盡快提供多些公共房屋 給不同的居民 特別是輪候了長時間 所以我來到就是專門去看一看 有一個是我們打擊濫用公屋 之後收回來的一個單位 它的裝修情況 還有我們是怎樣安排 將這個收回來的單位 去給予一些等候緊的市民 我們在過去這兩年的努力 去打擊濫用公屋 整體來說 我們大約是收回五千個單位 比以前是翻了一倍以上的 我們這次收回五千個單位 就幫了五千戶人 如果是兩至三個居民住一個單位 即是會幫了一萬至一萬五個住客 總之來說我覺得我今天來到沙田區 三個屋邨我更加了解 特別是在基層生活中 他們所每天要面對的問題 這些很多都是交通、衛生、居住環境 甚至是一些配套 夠不夠 我都很高興一聽到 大致上他們都認為政府的工作方向是正確 也都勉勵我們 1.2.3 4.5 6.5